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之前我们提过,人民银行可以透过回购操作 释放或收回短期资金 期限由7日至28日不等 央行其实还有其他期限较长的货币政策工具 去应付市场的需要 其中有两种最常见的货币政策工具 是常备借贷便利即是SLF 以及中期借贷便利即是MLF 操作上和回购交易很接近 都是央行透过买入中短期各债去放水 或者沽出中短期各债去收水 先说SLF 内地网民以其谐音 器称叫酸辣粉 它是央行和个别金融机构 进行一对一的交易 针对性强 操作的对象主要是政策性银行 和全国性商业银行 为了满足他们的短期大额流动性需求 而设的 期限以一个月内为主 至于MLF 内地网民就器称叫麻辣粉 性质和酸辣粉是一样的 最大的分别是麻辣粉的操作期限较长 一般为期三个月、六个月和一年 主力补充中期流动性 举个例子 六月初 央行就推出了一年期五千亿元人民币的麻辣粉 略为多个同一日到期的麻辣粉 反映中央有意维持中期资金供应 而麻辣粉操作利率维持不变 就显示中央有意稳定资金成本 还有一种由麻辣粉衍生出来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即是TMLF 内地网民就器称为特麻辣粉 目的是为了增强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和民企放贷 一般期限是一年可以逐做两次 令到实际使用期限达到三年 总结而言 酸辣粉、麻辣粉 这类货币政策工具 针对性强、有效期限 相对移扣操作较长 初歌可以观察央行的操作规模 以及利率情况 去揣摩中央对中期货币公司的取态 可以唯一分钟 准备